其實以前台灣到處都是鹿 大宗在出口鹿皮的 因為在那個年代皮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造成梅花鹿 還有各種這些可以被剝製皮毛的動物 在台灣大量的消失 大概是在1969年 大概在野外看不到任何野生的鹿 尤其是梅花鹿 然後在以前的文獻裡面有記錄 大概是在日治時代 在台北的新店、烏來這邊 還可以在水源邊看到小型的族群 梅花鹿在台灣沒有任何的保育等級 牠不是保育類 但是我們用野生動物保育法來看 我們是不得去騷擾野生動物 牠們好萌喔 對啊 好可愛喔 剩下的點點 很難想像很久也很久以前 台灣這麼多大型的動物 就在這個群園上面狂奔 整個族群